歡迎你進來我的頻道 我做了這麼多集的 我的系列 我第一次戴眼鏡 就是真的讀出來 由蕭先生選出來的留言 有八個人 選出來之後 他們會聯絡你 然後就拿你們的禮物 我上一次講過 有五個 叫做五個 加上的additional的禮物 我先讀了五位朋友 然後才是 所謂頭一份大禮物 二、三 我不知道在YouTube上有沒有人這樣做 不過我也不多管 YouTube是 我這個頻道是我的地盤 在我地盤那裏就拿這張紙讀給你們聽 有一些我看過因為太多 現在這些就由蕭先生選出來 他覺得你們的留言 對於 模型界很有幫助 還有現在大家的心態 各樣很有鼓勵 所以他選出來 首先我先讀 那五位 additional 禮物的朋友 這位朋友 有的 真的有張紙 現在這個黑白 有你們的icon 康田會根據這些資料找你們 Johnny So Johnny So 我讀 他說 他說 砌模型 是一種自虐 自己虐待 以及挑戰的活動 如果你是一個砌模型的愛好者 你是不會介意的 每當你完成一件成品的時候 那種喜悅 不是一個模型愛好者是不會明白 真的 我自從小學五年級的時候開始愛上砌模型 現在已經退休了 你又 但是對砌模型的愛好從來都沒有減退過 相反 是越來越喜歡 Johnny So 你知道我是跟你說 第二位朋友 叫做Danny Chan 他說 一直都有砌模型 但是香港的模型店 就買少見少了 有些賣賣 轉了其他東西 希望在名人效應下可以刺激多些人砌模型 真的謝謝你 我沒什麼考慮我是明不明人 我就是夏兆星 我的名字已經改了很久 謝謝你 你也這樣 如果我真的 但是 現在這個不是說籌款 什麼 那種的捐助 不是這件事 所以你說如果一個 Colibity 出來是說撐一樣的嗜好 我不覺得是有什麼 那麼大力的力量 我只不過因為我自己本人喜歡模型 所以我是這樣做 如果他說 希望在這樣的效應之下可以刺激多些人情模型 這樣說我也希望是 第三位 我希望沒有讀錯你的名字 Drift Drift Car King 他說現在的家長 應該多些培養小朋友齊模型 嗯 說是這樣說 是一件很難去翻轉的局面 因為他已經先打了機在線 要靠你了 不應該提供電換產品給子女 支持本土的模型店 我剛才都說了 因為電子遊戲機已經是 在他們的手上已經這麼多年 是很難 說你不要玩那樣 你應該玩那樣 如果是 你說得好的可以把電換 和模型 合得來 例如他在玩這件事 例如舉例 他玩戰爭遊戲 很多 他們選擇那些槍 你都可以告訴他們 這些槍都有模型的 這輛車都有模型的 或者在 平面上的遊戲 叫他出來 可以找一個3D的 一個實物的模型 來對比一下 這樣引一下就行了 我已經到了三位了 繼續這位 名字很厲害 Scopian Alex Alex的英文名字 還搞過Scopian 厲害 OK Scopian這樣說 我想他第一句 跟第二句 是合同的意思 他說首先 砌模型的愛好者 是有槽模型 以及 都會真的砌 我想他意思是這樣 然後有 他說我比較喜歡 砌出來的原因 是會幫自己 對那件物件 更加清楚 這個是真的 100%真的 不論是飛機 大炮 汽車 機械人 享受過程 做資料的搜集 無形工具的講究 這個也是真的 是需要工具的 的確是香港的 無形店 絕對是很難經營 這個我們都理解的 而現在買模型會很不方便 絕對不希望 無形店會成為下一個被時代淘汰的目標 無形店主 你們要加油 我先回上一句 現在買模型不會很方便 我想 這個意思 或者這樣看 因為現在網購 有很多 無形店少了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 現在買模型是沒有以前那麼方便 因為以前真的有很多模型店 甚至乎我記得 在窩打路裏培政學校 對面馬路 那個燈口還在 那個樓梯口有一個報紙檔 連報紙檔也會賣模型 書局也會賣模型 其實那時候是很多地方賣 當然有一個書攤 在一個報攤那裡賣 當然不多選擇 但是 這一樣的玩意 其實那時候是周圍都有的 我想 Scopian你說的是這個意思 現在難的就是不會有那麼多店 那麼 這位就第五位 是李伊康 李伊康 他第一句是感謝夏爺 多謝 感謝蕭先生 代他多謝 現在有賣軍事模型 的店舖已經賣少見少了 就算有新開的 都是以 科幻模型 和完成品為主 這個我也知道 希望有 多些年輕的人 能夠培養出齊模型的興趣 李伊康 李伊康 他說的很簡單 這個希望 其實是我們玩模型的年代的人 都有這個希望 因為如果一路下去都是 一樣的話 模型店就多了 產品就越來越漂亮 都說過了 舊的帽子和新的帽子 新的帽子當然是越來越漂亮 即是說如果現在的模型 應該更精細 我現在就閱讀那三位 是你們拿到 比較大的禮物 我先 講第三位 是Larry Larry Chan Larry Chan他說 砌模型是唯一能夠可以令自己安靜下來 放鬆心情去享受 曾經有放下過一段時間 但是幾年前再次 撿起這件事之後 就鐵定 鐵定 要砌到老 這樣 我現在當你是中年 還有一段時間讓你砌 沒所謂 你的眼睛看得到就照砌 有眼鏡嘛 好像我這樣戴著眼鏡看 接下來是第二個禮物 就是Larry Wing King 他說我從砌模型的過程裡面我學會了很多東西 了解到我砌那件物件的結構 以前小時候買一盒模型回來放在床邊才睡不著 我也是 由於香港人居住的地方真的很小 模型的行業 真是適美 砌完的模型 我都不捨得釣 現在買了模型我也不捨得砌 很怕砌完之後又要釣 只看著盒 都已經很開心了 最後他說希望各大模型製造商代理商 以及滿市繼續加油 難怪是蕭先生選擇你拿第二個禮物 我這樣看去讀的時候 我自己的心裏都會想一些東西 他說砌完的模型 不捨得丟 是真的 真的很少丟掉模型 不過我將來會教你另一個辦法 他說現在買了模型 不捨得砌 因為怕將來砌了會丟掉 我身邊很多朋友都是這樣 砌了一堆之後就送給別人 或者丟掉了 我都接收過很多他們的模型 這個心態 我 他和他們都了解 到了最後 就是要 讀出第一位蕭先生選擇的 他覺得你是值得拿這個Titanica 第一個大的禮物 OK 就是Andy Sow Andy Sow說 我不開心的時候我會砌模型 開心的時候我更加會砌模型 砌模型是我的心靈良藥 只要我的眼還可以看得到 手還可以動 我都會繼續砌 真的希望模型譜可以在現在的地家 租金那麼貴到飛起的香港生存島 可以幫我們這些中佬 保留一些童年的回憶 這條話法律先 他說夏爺的頻道很好看 很感謝 好 我先多謝你講我的頻道 OK Titanic是你的 Andy 我的頻道 不懂得蛙蟲蟲蟲 我的頻道不懂得 別人做到 或者那個 很大的字 又流汗 又花孝 我做不到 第一就是我做不到 而且我也沒有這個intention 去這樣做 我現在跟你們說話在我的頻道 差不多跟我在幾年前 你們在電視看我講話 或者再回到以前 我在電台講話 我接受所有的訪問 我的態度都是這樣的 都沒什麼需要轉彎回國 如果你現在看到我現在講話 會閉一閉的 或者會停一閉的 就是 在這裏是要分析一下 但是那個分析 就不是去 刻意去做一些事 來拿別人的注意 在我的地盤沒有這些事 我的地盤是很 很簡單 因為我知道你們喜歡聽UFO 我就講一下UFO 但我自己其實很少講UFO 因為你講了一定是壞假的 所以無所謂 不過無論我講UFO也好 講模型也好 包括我的孫仔萬歲 或者我將來其他系列 我都很希望大家在我這個地盤裏面 是當故事這樣聽 或者自己去 我聽了我講之後 自己去幻想一下 我懂的東西 不會少過你 不過你一定會懂得多過我 所以 最好就是大家開心地看 Thank you 我們今天我又走過來 康田那裡聊聊天 大家都很開心 因為自神公post出了之後 大家都很踴躍 不是說一定會踴躍來HONTY 大家對模型這件事 開心 走來找回這件事玩 我希望所有其他店鋪都是這樣 是一件很好玩的東西 我覺得很奇怪 這個車 你們大家都知道這是甚麼 如果你看到現在 敘利亞內戰的時候 就看到那些所謂的叛軍 或者是反正軍 他們自製那些炮 這個石油器官 這樣有甚麼 我也想要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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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為了朋友要獲得這個禮物 而你的朋友又不在香港 那你就好好地和你的朋友 請你這間是很新的朋友 我也喜歡 好